我要回家了 這是我們家的六個開關 現在有一個很好的方式 可以一次把這六個開關 全部打開 各位孩子們 早安 我是老爸 今天最早要跟各位聊聊一些 我裝潢主要的 我的水電的一些過程啊 我怎麼把智能家居的開關 怎麼放進去我家 在這之前我大約講一下 我們整個裝潢的一個想法跟流程 我們一開始請一間設計公司 我把連結放在底下 如果新店有想服務的人也可以找他 幫我們負責拆除跟泥座的部分 那為什麼只幫我們負責這兩個部分 其實最主要啦 就是想稍微省一點 水電的部分其實也是一個 裝潢非常重要的一環 我本身還有在經營店面 所以我大部分所有的水電 我都是交給一個我非常信任的人 其實他是我現在店長的老公 等一下我要去新家 去看他在幫我收尾水電部分 順便介紹給大家人事 你會發現水電啊 是所有工程之中啊 來最躲躺的 他在泥座之後要來 木工進場的時候 也要跟木工做溝通 然後木工完之後呢 他也要來收尾 通常啊水電部分呢 還會包含衛浴設備的安裝 一些落電 所謂的落電就像網路啊監視器啊什麼 所以他涵蓋的範圍啊其實還蠻廣的 所以我一直覺得 找一個信任的人還蠻重要 我水電部分啊 我裝潢這麼多 今天店面幾乎都是給他做的 好啊今天是業配自己朋友 沒有收費 因為是現在真的比較像好朋友 這次是屬於舊大樓翻新啊 其實我會建議啦 你要整修的房齡比較高 像我們的房子已經快30年了 其實所有的水電管路要重新來配 其實這是一個蠻大的工程 而且費用會比較高一點 電路重配啊 我認為稍微單純一點啊 那水重配啊 有分走天花板跟走地板 那詳細的差別 等一下到我新家 我再請人講解給你聽 我怕我講解的不夠專業 我問你喔 你會建議翻新的房子 走天花板跟走地板 如果水路走天花板 走上配 上配比較好 為什麼 因為上配的話 管子在跑 是管路會長一點 但比較安全 比較安全 我們在裝什麼東西還是什麼 走下配是不是會比較吵 不會 還是上配比較有聲音 上配比較有聲音 但如果你固定 固定好完成 OK以後 都沒有什麼問題 好 聽完剛才建良 他叫建良啊 我會把他的資訊放在底下 他是一個很nice的 做水電的 我也想要做水電工 你們覺得他身材 比我好 傳統的水電 在做智能這一塊 他們會稍微分一下 智能這一塊 比較屬於弱電 那弱電有弱電牆的人 水電有水電牆的人 可是 在建立智能開關 智能插座這一塊 一開始一定要由水電師傅去做 可是我的建議啦 你自己想要做智能開關 智能插座 智能系統的話 你自己一定要懂 就跟你以前設定網路 設定wifi 常常會跑掉 什麼之類的 那今天你叫一個人來 你要花多少錢 他來啊 可能就會幫你設定愛案 也許啦 真的三十分鐘就好 如果他跟你收1500 或跟我收1500 我也會覺得有點貴 可是那是他應得的 怎麼說呢 一個水電工 或者一個做弱電系統 他們普遍的薪資啊 在台灣可能一天就是 三千 三千五 他去你家幫你看 去跟回來家停車 可能就兩個多小時 再幫你弄一下 可能就三個小時 換句話說 就是要半天的工資 所以 我們必須了解啦 你請水電 估價或什麼的 其實 他們都是必須付出 他們的時間成本 這樣我相信你懂我的意思 有些人就會覺得說 我去摩托車店換一個輪胎 為什麼我自己去Costco買 是這個價格 可是給別人換是這個價格 你只不過花你半個小時 因為有很多其他的成本 接下來我就跟各位聊聊 就是在智能開關智能插座 包括在水電這個部分 預先想好的一些事情 我們家樓上現在也在施工 所以比較吵一點 這是我們家一進來的六個開關 主要可能就控制廚房 客廳 玄關 走廊 飯廳 還有一個我忘記了 我當初還有交代水電 房間啊 廁所啊 還有陽台的燈不要拉 那主要的燈都把我拉到這邊 拉一個實體的電路 這麼做有什麼好處 比如說我左下角這個是 控制廚房的燈 我試給各位看 按下關 按下開 按下關 按下開 你是不是覺得 廚房燈怎麼放在這邊很遠 我當初認定就是希望它有個實體的開關 一旦有實體開關啊 我就可以用虛擬開關去控制它 然後去關電燈 所以很簡單 我只要在廚房再加裝一個無限的開關去控制它 同樣也可以在廚房去控制廚房的燈 我知道這樣講很模糊 我示範一下給各位看 這個是無線ZB版的智能開關 這是另外一種形式的無線開關 好不管是用哪一種啦 反正現在我只要這樣做 這是我們家的廚房 今天我覺得 我想把一個開關裝到這裡 或者煮飯的這裡 只要把它黏上去 設定好 我一樣可以透過按鍵 去控制 天花板的燈 這樣講如果真的想了解 人應該了解 就是事實上所有的電燈電路 只要有一組實體的電路 那其他部分呢都交給無線 所以以前啊 可能一個電燈要拉兩個回路 三個回路 用不同的開關控制 現在就變得簡單多了 你想要在家裡任何一個地方 控制廚房燈 你都可以透過ZB的開關設定 不過 不過有一個比較特殊的就是說 有沒有注意 所有的ZB開關啊 不管一線有線 它都是走86規格的 所以在水電一開始施作 你就要跟它溝通好 什麼是86規格 我跟你講一下 這是大陸的86暗盒 大陸的小米的一些智能插座啊 智能開關都是走這個規格 像台灣的就是這種 不一樣有沒有 大家有沒有發現其實我廚房的一些 可能放微波爐啊什麼地方 還是用台灣的插座 因為大陸插座安規啊 普遍在10安培 台灣的電器走110的 那如果知道你的烤箱啊 超過1200瓦 或者甚至有些吹風機到1500瓦 都會超過10安培 所以我比較重點的地方啊 我還是沒有使用智能的插座 我還是用台灣的插座 這個是86暗盒 這是小米的智能插座 這樣子 才會合 我在試做過程中 有發現一點 比較要注意的啦 其實大家有沒有注意一下 這個地方 86暗盒啊 它的普遍特性 它插座的邊邊啊 跟表面的插座啊 可能只有大概 3-4mm的多餘的地方 這個跟台灣的插座很不一樣 就是它多的地方很少 最後尤其在補圖的時候 都要補得比較費工 台灣一般台灣的插座 可能就是大約補圖 補個大概意思一下 可是如果你要裝86在油漆補頭的部分啊 更齊一點 更貼近這個盒子一點 我認為其實智能開關在每個家一定要裝 因為它很方便 可是智能插座這件事情 我就覺得不一定 因為一個智能插座大概是700到800塊 主要它就是可以遠端去控制它的開關之類的 可是現在很多家電本身都有一些智慧功能 那家電插在這個插頭上面 你沒有必要去控制這個插頭的用電 而且你把它關掉啊 反而有時候會讓一些家電的Wi-Fi 或什麼之類的 沒辦法連上 所以智能的插座 我個人認為是不一定要做 其實如果你不放心大貨的東西 那你就直接用台灣的 我覺得OK 我大概講一下我這次用的插座 我總共用了三種插座 小米的智能插座 這個大家應該都認識 這個牌子是國際電工的 我會把連結放在底下 如果你有興趣可以透過連結購買 這有兩個USB 這個就是你會插手機啊 或插一些落電的地方 這個就是最一般的插座 老實講這兩個啊 我覺得我當初買的時候 有讓我意外 故意買同一個牌子喔 結果他們兩個外觀啊 顏色啊 居然不一樣 真的讓我非常意外 我原本想說我很多地方放兩個插座 一個放這個一個放這個 後來都覺得太醜 還是都把它改成兩個都是這一個 或兩個都是這一個 那這個特色就是非常的便宜 所以我不能跟你講說它好跟不好 我就是看網路上 銷量非常大的 然後我就買來用 所以你真的想用一些86的插座啊 不一定要全部都用小米的插座 因為啊其實一個家庭 大概有五十到六十個插座 一個七八百年 光這些插座就要花到三到四萬 有點太多了 因為但是我還是有保留一些智能的插座 比如說桌燈啊或是 或是裝飾燈 這樣子你一樣可以用剛才 我介紹那個無線開關去控制它 去開關那個燈 像我女兒的書桌上 我的書桌上 還有我兒子的書桌上 我還是都有放一個 讓他們現在習慣用的台燈 來控制台燈的開跟關 我要準備離開 最後我跟各位分享的啦 就是前幾天有個粉絲啊 私訊給我 他買了好多睿智的燈泡 還是小米的智能砍燈 其實我覺得那個是不太必要這樣做 我原本也想說 所有的燈泡 所有的燈具啊 通通換成智能的 你這樣做真的很麻煩的原因 是因為 其實你還是需要保留實體開關 一旦實體開關 你不小心關起來 這些東西都沒有送電 它就沒有智能的功能 一旦你這樣做 所有的電路 通通要是開的 這個在我的邏輯是有點 比較麻煩的 假設你看 像我現在客廳加廚房 總共加起來 快二三四站了 燈 這樣我的設定會變得非常麻煩 我可能一個開關要綁定 三到四站燈這樣去設定 再來它的費用一定會比較高 而且你再考慮一點 你看這麼多燈 萬一啊網路真的出問題的時候 都要重新設定 真的很麻煩 所以我還是建議啦 用我現在的做法 用傳統的燈 接實體的電路到智能開關 這樣是比較好 你有沒有發現台灣手機動用生態 都比較好 有嗎 親愛的你來了 怎麼了 針對你老公把所有的開關插座都換成奇奇怪怪的 你有什麼想法 我現在對他就是唯一的要求就是他最好要真的設定好了 真的嗎 對 因為那個我真的 我比較會設我比較不會設定 我覺得你要會設也要會定 想設就要控制能設 想定就要控制能設 欸你很欸欸 不是啊你那如果 買一買弄弄弄弄到最後不能 會很麻煩 我不確定你會不會成功 大家敬請期待 請幫我這邊上字卡 甘明書 對了我們的系統櫃啊 之前還沒有好 現在都好囉 你看這個鏡子也裝好了 變得很漂亮 主臥式的框框啊原本也是鋁的 他也幫我們都換成黑的 這樣子漂亮很多啦 我會把水電的聯絡方式 還有我們系統櫃的聯絡方式都放在底下 如果你有興趣可以聯絡他們 基本上如果你說是老爸介紹的 應該是不會亂報價格 今天影片結束了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記得訂閱分享 那我們明天見掰掰 我在這個地方放了一個無線開關 當然你也可以把它放在這裡 這裡或這裡 現在只要按一下 全市的燈都會打開 可是他有點lag 我也把它設定了 按兩下 全市的燈都會關起來 房間目前還沒有關起來 因為我還沒有設定好 當然你也可以設定 按兩下 包括房間的插座跟智能開關 全部一次關起來 他通訊方式就是走ZB 跟他講話 然後他跟智能開關也是走ZB 當然我覺得還有另外一種比較方便的玩法 這個 人體感應器 可以把它放在家裡的玄關 只要感應到人體就可以觸發智能 去打開 玄關的燈 這樣子也是很方便 智能開關真的很重要 像走廊的燈也是這樣 放一個這個 他就會自動打開 也可以設定 十分鐘沒有人經過 他再自動關起來 是不是真的很方便 記得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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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讚